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任何与妻子有关的事物都感到无比的哀伤 那么袁枕的这首诗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为什么会误解它的意思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简卑怀三首之二的全文和赏息 简卑怀三首是袁枕的纪念 他的妻子唯从而写的道王诗 是唐代道王诗中的佳作 袁枕和唯从的感情十分深厚 他们结婚后一直相濡以沫 共度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唯从虽然出身富贵之家 却能够与袁枕同甘共苦 不计较物质的贫富 不嫌弃袁枕的起伏不定 不怨恨袁枕的忙碌无暇 而是一心一意地支持和陪伴他 为他分忧解难 为他打理家务 为他生育子女 为他创作诗歌 唯从在元和四年 809年去世后 袁枕悲痛欲绝写下了三十三首道王诗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浅悲怀三首》 这三首诗用平时朴素的语言 表达了袁枕对妻子的深切的思念和无尽的悲哀 感情真挚动人 细节生动感人 被誉为古今道王诗 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 下面我们来看看《浅悲怀》 《三首之二》的全文和赏息 昔日戏言深厚意 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上已诗形 看尽针线有存未忍开 上想旧情连壁扑也曾因梦送钱财 承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是哀 第一句 昔日戏言深厚意 今朝都到眼前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过去我们曾经开玩笑地说过彼此百年之后的事情 谁知道今天就都变成了现实 这句话暗示了袁枕和违从 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他们相爱相亲 相互开心 没有想到妻子会突然离世 让他独自承受这样的打击 这句话也表达了袁枕对妻子的不舍和惋惜 他觉得妻子的死太过突然和意外 让他无法接受和适应 第二句 衣上已实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妻子生前穿过的衣服已经都分发给别人了 只剩下他用过的针线盒 我不忍心打开 这句话描写了原诊在妻子 死后处理他的遗物的情景 表现了他对妻子的眷恋和留恋 衣服是妻子身体的外衣针线 是妻子灵魂的寄托 原诊舍不得打开针线盒 是因为他怕看到妻子的影子 又想起妻子的情形 激起他的悲痛 第三句 上响旧情连壁扑也曾因梦送钱财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还想着过去的情分 对妻子生前的壁扑表示怜惜 甚至因为梦见妻子而给他们送钱 这句话反映了原诊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 他觉得妻子的壁扑也是他们夫妻的亲人 也是妻子的牵连 所以他要对他们好一些 以此来安慰妻子的在天之灵 他甚至因为梦见妻子而给壁扑送钱 说明他对妻子的感情已经到了一种近乎迷信的地步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与妻子沟通和表达 第四句 诚之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句话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明白这样的悲恨每个人都会有 但是曾经一起经历过贫穷和困顿的夫妻 更加感到百般的悲哀 这句话并不是说贫穷和低贱的 夫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悲哀的 而是说夫妻之间因为共同经历过患难 感情更加深厚所以一方去世后 另一方更加难以承受失去的痛苦 看到任何事物都会触紧伤情感到无尽的哀伤 这句话是原诊对妻子的赞美和感激 也是他对自己的悲哀和无奈的表达 为什么会误解这句话的意思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这句话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被简化或变形了 原来的诗句是承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中的承知此恨人人有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说明了诗人的观点是基于夫妻生离死别这一普遍的人生悲剧 而不是单纯的因为贫穷和低贱 但是在口头传播中这句话往往被省略或忽略 只剩下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就容易让人误以为诗人是在抱怨或嘲讽贫穷和低贱的夫妻的不幸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这句话与一些常见的俗语或谚语有相似之处 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穷人的日子没好过 穷人的儿女多难养等 这些话都是用来形容贫穷 得人生活的艰辛和不幸的 因此人们在听到贫贱夫妻百事哀时 可能会下意识地将其与这些俗语或谚语联系起来 从而误解了诗人的真正意思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这句话与一些现实的社会现象有冲突或矛盾 如有些贫穷的夫妻并不一定就是不幸福的 有些富贵的夫妻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 有些夫妻即使经历了生离死别 也不一定就是悲哀的 因此人们在听到贫贱夫妻百事哀时 可能会觉得这句话不符合自己的经验或观察 从而误解了诗人的真正意思 这是一个关于李明和小红的故事 他们是一对普通的夫妻 也是这句话的反例 李明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毕业后在城市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收入不高但也能维持生活 小红是他的同事 也是他的同学 他是一个城市里的女孩 家境不错 长相甜美 性格开朗 他们在工作中相识 相爱结婚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婚姻并不顺遂 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他们的房子是租的车子 是贷的生活费 是省的 每个月都要为了还房贷 车贷水电费 物业费 孩子的学费等等而发愁 他们的父母也不支持他们 李明的父母觉得他娶了一个不会持家的媳妇 小红的父母觉得他嫁了一个没本事的丈夫 他们的朋友也不理解他们 他们的同学都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 开了自己的车过着富裕的生活 而他们却还在为了生计而奔波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贫穷和困顿而感到悲哀 相反他们却感到幸福和满足 因为他们有彼此 他们有爱情 他们有信念 他们有梦想 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工作 勤俭节约 总有一天 他们会实现他们的理想 拥有他们的幸福 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不在乎物质的贫乏 不在乎生活的艰辛 他们只在乎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需要对方的快乐 他们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互相安慰 互相陪伴 互相欣赏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互相照顾 互相浪漫 互相忠诚 互相成长 互相幸福 他们用爱情战胜了一切困难和挑战 他们用爱情证明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句话是错误的 他们用爱情创造了自己的美好生活 他们用爱情让周围的人为之感动和羡慕 他们用爱情让自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传奇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我们下一个视频下方留言及访 个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